來到南韓經濟道這座養蜂場 蜂箱附近到處都是死掉的蜜蜂 根據南韓養蜂協會透露 經濟道蜜蜂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是城南 達到78% 其餘大部分地區是50%到60% 蜜蜂死亡的主因是受到蠻蟲攻擊 在高溫多市的環境下 蜜蜂免疫力會減弱 由於異常氣候逐年加劇 使得蜜蜂更難應對蠻蟲危害 不只是南韓 全球的蜜蜂數量都在下降 可能加速人類糧食短缺 全世界75%的農作物 是由蜜蜂或蝴蝶等昆蟲授粉 分析指出 農作物短缺會導致草食動物的食物不足 連肉食動物也會面臨生態界的食物鏈危機 為了應對氣候變遷 南韓農業相關單位 從農作物栽種著手 全龍南道長城郡 選擇了檸檬作為地區特化戰略作物 長城郡這批新栽種的檸檬已經有了買家 10月即將出貨 預計從明年開始 出口量將增加5倍 長城郡當地重視亞熱帶水果的農戶增加 其中不少都選擇種艾文芒果 蕭王首都圈 全南韓亞熱帶作物種植面積 預計超過4120公頃 其中全羅南道的種植面積超過一半 達到2450公頃位居全南韓第一 南韓政府投入370億韓元 在全羅南道長城郡設立第一個 國家亞熱帶作物示範中心 將在2026年完工 未來的重任是尋找適合南韓國內栽培的 亞熱帶作物和促進產業化 南韓亞航日前公布報告指出 異常氣候對南韓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在異常氣候發生月一年後 產業生產增長率下降0.6個百分點 其中農林漁業和建築業 受到直接衝擊 至於南韓物價上漲部分的百分之十 也是由異常氣候所引起 如何應對氣候通膨 將是接下來的首要任務 TBS新聞綜合報導